可能九月可能十月 BNT會來到台灣 但是要留意施打的時間 看到這個個案是潘營子 他施打輝瑞疫苗 結果當場血壓飆升 心跳加速 而且呼吸困難 對 他這個狀況 一時間醫生還有點緊張 為什麼呢 因為他其實本身 有一些過敏性的體質 所以本來他的醫生們評估說 如果真的沒什麼 非常必要的狀況 其實也不一定要打 可是他說 因為他必須照顧他的母親 所以他考量之下 還是去接受了施打 沒有想要施打之後 真的沒有多久之後 就開始整個血壓飆升 然後整個呼吸得非常的急促 然後心跳加快 然後他自己也有戴上 這個血壓經監測之外 急診室的醫生一度想說 有沒有一個 一是過敏性休克要發作的嗎 第二個是他有沒有可能 真的併發心肌炎 不過應該沒有那麼快 不過最後比較 終於比較幸運的是 真的比較晚的時候 發現OK一切都穩定了 可以回家 可是有些人就不一定 這麼幸運 像之前那個九把刀的 他的岳母 他其實很年輕 也是57歲 57歲在打完疫苗之後的第四天 那當時是突然間在家裡 覺得整個背 是從那個頸部背後 一路痛上來 非常的巨痛 當作撕裂般的痛 搭配甚至會覺得嘔吐 那後來沒想到 到了下午 家人發現說 怎麼姿勢怪怪的 才發現已經沒有生命的跡象 雖然緊急急救 後來還是沒有來急 但他們也擔心說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在疫苗之後就發生了這個事情 讓大家覺得說 那真的疫苗失蹈 好像要注意一些事情